嘩!這幾段時間官方也有很多補償活動 Hello!大家好我是騏哥 今天影片就來講講近段官方的補償活動 其中一個活動是在星期天舉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講補償活動之前 近日官方正式宣布了 2023年GO FAST活動的幻之Pokemon主角是蒂安希 詳情說自己的看法 等到我考完試後再跟大家講 事不宜遲了 先講講第一個補償活動 就是有關之前的暗影超夢夢團體戰 有關完成了暗影超夢夢團體戰後的勝出獎項 沒有包含任何唐果XL這個問題 我打的時候沒有留意這個問題 所以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獲得到 但總之受影響的玩家 根據打的場數 就會賠償了唐果XL 上個星期便會收到 但他沒有任何通知或介面 官方有提到10顆、20顆、30顆 依據你打了多少場 另外官方也確保了 今季節的暗影五星團體戰 或者普通的五星團體戰 都有相同的機會 在勝出獎項獲得到XL 我自己就一般的補償 因為比較貪心一點 我就想搞多幾天這個暗影超夢夢的團體戰 補償好像好一點 這就是大約第一個補償 比較小一點的東西 但第二個補償就來講一講 有關團體戰役 相隔不足一個星期 又發生了團體戰役 有些問題 就事緣在6月1日上午10點至上午11點 即1個小時的時間內 就是打五星團體戰 珊瑚神用遠距離卷參與的話 升為機率是有些問題的 這個介面就少補充 今次發生的問題 就是用遠距離卷參加五星團體戰 神獸機率是有所下降的 由原本我們知道 大約20隻就出了一隻色違 但去到當時 竟然是64隻 或者甚至128隻 才出了一隻色違版 這個只是作為一個參考 很實際的數字 有些可能好運一點 打一場都可以中 總之在這段一個小時內 色違機率是非常低 剛才講到關鍵字是遠距離 但現場團體戰 似乎在一個小時內 正常的神獸色違機率 即是二十分之一機會 陰謀量少少去講 我猜官方是否早有策劃到 進一步打壓這個遠距離卷 遠距離團體戰 然後就被人發現了 遠距離五星團體戰的色違機率下降 即是被人投訴 才作出這些補償 或者改變 這個官方的部分 就不得而知 但總之就是有補償活動 原歸正傳 剛才講到問題 但沒有講到補償的部分 如果在當日的這個小時內 用遠距離團體戰入場 去參加五星團體戰 珊瑚神的團體戰 會改橫在影響期間 所用到的遠距離卷 以及會補償一張額外的遠距離卷 有沒有補償 就看看這個小時內 你有沒有參加到 但另一個補償 雖然是關於這個時 但就是所有玩家都可以參與到 不是受影響的玩家才可以參與到 就是今個禮拜的特別團體戰活動 這個活動是有關 剛才講到補償事 類似團體戰日的活動 就在6月11日 星期日上 11點至下午的5點 珊瑚神 會在各自的地區 登場 在五星團體戰 以及湖湖是增加機會出現 但沒有特別講到 有沒有色違機率的增加 大家就要注意地區 在6月11日和10日裏 所有訓練家 都可以每天參加15場的遠距離團體戰 大家看這條影片應該是6月10日 可惜就是暗影五星團體戰 不可以使用遠距離卷去參加 雖然提高了參加的遠距離團體戰次數 但也要本身有遠距離卷才行 那就是這裏 近來一些補償和賠償的事項 最主要可能留意天日珊瑚神的活動 因為補償都不是每個人都有 可能有時候你收到的補償 都不會有額外通知的問題 所以可能你收到的補償 但用了都未必知道 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 這個龐龐高說 真的這麼多補償和補償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還有可以看到在第二角的活動裡 官方也算是有多少補償效 又搞一個團體戰日 那是不是真的 剛才說的陰謀論是成立呢? 真的要趕盡殺絕這個遠距離團體戰 好了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我是憲哥